摩铲 作者安防侄子 翻译彭义 谁把一把小小的铲子忘在一个人也没有的公园中的沙坑里了 铲子是银色的 柄上有波浪的图案 啊 好漂亮的铲子 边这么说边站住了的 是方才一直坐在长椅上织毛衣的老奶奶 啊 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铲子呢 这不是像活的鱼一样吗 老奶奶捡起铲子 直眨巴眼睛 然后把手提包一放 用铲子轻轻地摇起沙子来了 铲子插的一下插进了沙子里 然后咬上来的沙子哗啦啦地从铲子上躺了下来 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老奶奶陶醉了 多好的沙子啊 老奶奶的心情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拼命地挖起洞来 愈挖愈深了 什么都忘记了 入迷地挖着 想不到沙坑里的沙子慢慢地变湿了 湿漉漉的沙子里竟混杂着白色的贝壳 接着 咕嘟咕嘟 突然就从老奶奶挖的那个洞里涌出水来了 我的天哪 老奶奶跳了起来 从沙坑里涌出来的水 哗哗地蔓延开了 打湿了老奶奶的脚 打湿了膝头 一满了沙坑 哎呀哎呀 不得了了 老奶奶放声大叫的时候 耳朵里哗地传来了波浪涌过来的声音 怎么了呢 老奶奶居然是在海里 原来从方才起 就一直在海浪边的沙滩上拼命地挖着 公园的长椅 修前和白羊树都没有了 老奶奶的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 前头是一片蓝色的大海 老奶奶被风吹着 咕弄道 这到底是 这时从身后一个远远的地方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沙坑的沙子是大海的沙子 水也不知道的沙滩的 水也不知道的大海的沙子 老奶奶回过头 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看清楚 远远的沙子上 孤零零地坐着一只戴着草帽的猫 正瞅着这边呢 哟 这种地方竟然还会有猫 老奶奶张大了嘴巴 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向猫那里走了过去 只听猫说 来到了一个好地方啊 仔细一看 猫的膝头上搁着线和织针 正神气活现地织着东西 哟 织什么呢 老奶奶问 猫得意地抖动了一下胡须 这样答道 是网呀 网 网 是 捕鱼的网 你也来帮我一下吧 是的 猫正用茶色的细线灵巧地织着网 这太让老奶奶佩服了 快来帮我一下呀 猫一边说 一边从包里摸出另外的织针递给了老奶奶 我从这头开始织 你从那头开始织 快一点织呀 要不就来不及了 老奶奶因为特别喜欢织东西 也就没有把猫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放在心里 坐到了猫的对面 听话地干起活来了 可是 猫却愈来愈盛气凌人了 你听好了 是锁七针双勾一针呀 可别数错了 这我知道哟 老奶奶大声地还记道 怎么说 也不能输给一只猫吧 它的手飞快地动了起来 锁七针双勾一针 锁七针双勾一针 话虽如此 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猫 织什么余网呢 锁七针双勾一针 说起来 海边有猫就够怪的了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哟 猫就像是能看透老奶奶的心似的 是啊是啊地不住地点头 开始说了起来 不过呀 要是想吃活的鲜鱼的话 猫住在海边是再好不过了 一时到了这一点的聪明的猫 全都集中到了海边 后来还建起了一座猫村 听好了 再过一会儿 大群的沙丁鱼就要从远远的海那边游过来了 那么一来 海的颜色就会突然变身 然后面具咒语 就把这张网抛到海里 那么一来就能捕到好些鱼 好了好了 请抓紧哟 再不快一点 沙丁鱼就要来了 老奶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鱼就是那么好捕的吗 说到底 猫还是一个傻瓜哟 可就在这个时候 猫猛地站了起来 瞅着大海的方向 发疯一般地叫了起来 哇 猫把帽子摔到了地上 慌成了一团 这可不得了 沙丁鱼不是已经游过来了吗 老奶奶也站了起来 向大海看去 哎呀 还别说 大海看上去真的比方才更加蓝了 远远的海面上漆黑一片 啊 可不能就这么放过去 就知道这里 猫用两只手抓住了网的边 黑哟黑哟地拉起来 见老奶奶呆在了那里 猫又生气凌人地命令道 喂喂 别发呆了 来帮我把网抛到海里打开呀 于是 老奶奶就抓住网子的边 和猫一起朝大海跑去 啪啪啪啪 就像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地跑去 还没知完的网打开了 大得吓人 啪啪啪啪 抓着网 一直跑到了海滩上 猫才喊道 来 打开 打开 老奶奶抓着网 双臂张得不能再大了 来 把网抛到波浪里去 合着猫的号令 两个人用力地把网投进了大海 一个白色的巨浪打了过来 要把网卷走 猫死死地抓住网子的一脚 大声地唱起了歌 巨过来吧 巨过来吧 小沙丁鱼 颜色跳跃的小沙丁鱼 这周雨一唱完 猫就那么两手攥着网 痴溜痴溜地被拖向海里去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奶奶正想着 猫竖起了眼睛 嚷嚷起来了 你发什么呆 还不赶快过来帮我拉网 瞧 雨已经落网了 老奶奶慌里慌张地跑了过去 在猫后面拉起网来 嘿哟嘿 嘿哟嘿 可不是 网子沉甸甸的 猫和老奶奶拉着网子 慢慢地 慢慢地往沙滩上退去 老奶奶转过身 脸朝沙滩 把网子扛在肩上 用力不停地拉着 然后 恰好到了方才坐过的地方时 猫叫了起来 不到了 不到了 雨夜大丰收 扭过头一看 哎呀 是真的呀 不是满满一网子的沙丁鱼闪耀着荧光 扑腾扑腾地在跳吗 老奶奶别提有多开心了 也叫了起来 不到了 不到了 雨夜大丰收 这回猫说道 帮我去卖鱼吧 哦 原来这是要卖的呀 这么说 你是猫里头开鱼店的啦 嗯 就算是吧 是吗 那么我就帮你一个忙吧 猫和老奶奶把一根长长的棒子 从装满了鱼的沉甸甸的网子当中穿了过去 然后 老奶奶在棒子的前面挑 猫在棒子的后面挑 一步一步地走在沙子路上 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 天上星光闪现 傍着海的路上 灯一盏接一盏地开始亮了起来 那里就是猫的村子啊 猫说 可不是 一排排全是屋顶上压着石子的小小的房子 每一家的烟囱上都冒着烟 走到村边时 鱼店猫大声地吆喝道 美味的沙丁鱼 今晚的菜是刚补上来的沙丁鱼 老奶奶也学着吆喝起同样的话来 于是走了几步 一座房子的门就嘎吱一声打开了 探出头来的是头上戴着布手巾的猫太太 给我来一点吧 猫太太买了十条沙丁鱼 付了钱 美味的沙丁鱼 刚补上来的沙丁鱼 猫才喊了一声 另外一家的门打开了 喂 沙丁鱼 端着婆罗出来的是扎着头巾的老爷子 来一条 一个猫孩子从另外一家的窗户里探出脸来说 不论是哪一家都住着猫的家庭 像人一样正是做晚饭的时间 老奶奶不由地感叹起来 世上竟还有这样一个只有猫 这样集中在一起生活的地方啊 就这样 网子不知不觉地就空了 而猫的口袋里啊 老奶奶的口袋里啊 却塞满了钱 这下可赚大钱了 猫喜笑颜开地说 数一数 赚了多少钱吧 老奶奶开心得不得了 到刚才的那片沙滩上去数吧 猫和老奶奶一折回到刚才的那片沙滩上 就轻轻地坐到了沙子上 开始数起钱来 一 二 三 四 全是银币 正面刻着猫的脸 反面刻着鱼的图案的猫国的银币 赚大钱了呀 猫说 老奶奶点点头 心想 不用一分钱 就能赚这么多钱的生意还真是少见 这钱我们对半分 听猫这么一说 老奶奶就把一半的钱装到了袖兜里 钱是有了 却觉得肚子饿了起来 肚子饿了吧 老奶奶说 哎呀 要是留几条鱼就好了 猫说 可不是吗 补了那么多鱼 全让别的猫吃掉了 真是太傻了 一股像是烤沙丁鱼的香味 从村子那边飘了过来 两人抽了抽鼻子 就算再有钱 老奶奶说 猫也沮丧的说 可不是吗 猫饭店离这还远着呢 就在这时 两人瞅见远远的沙子上 有一条闪闪发光的鱼 大概是方才从网子里露下来的鱼 嘿 还剩下一条鱼呀 钓下一条大鱼呀 老奶奶和猫一下子兴奋起来 把它烤了吃了吧 两人朝着一条鱼跑了过去 朝着月光下一条静静地放着银光 鲜活的沙丁鱼 啪啪地跑了过去 然后蹲下身子伸出手去 啊 它不是鱼 而是一把铲子 不是老奶奶从公园里拿来的那把磨铲吗 这是咋回事 老奶奶捡起铲子 轻轻地坐到了沙子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猫在边上问 铲子哟 是我拿来的 是这样用的一种东西 老奶奶用银色的铲子轻轻地挖起沙子来了 铲子插的一下插进了沙子里 然后咬上来的大海的沙子又哗啦啦地从铲子上躺了下来 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老奶奶陶醉了 就在那里一点一点地挖出一个深深的洞 可从沙子里挖出来的是小小的玩具汽车 玻璃球 弹子 或家家的碟子 哎 怎么竟是孩子们的玩具 老奶奶这样一嘀咕 当当当当 一种耳熟的钟声响了起来 还有白羊叶子在风中舞动的刷刷声 老奶奶正一个人蹲在镇武的公园的沙坑里 哪里有什么海呀 也没有猫 呀 做了一个梦 可是不是梦的证据 是老奶奶那仗鼓鼓的袖兜 老奶奶急忙把手插进了袖兜 可袖兜里却是满满的一兜贝壳 而且还全都是白色的 粉色的和淡紫色的美丽的贝壳 给孙子当礼物吧 老奶奶站起来 顺手想把银铲子也带回家去 可想了一下 又决定把铲子放回到了沙坑里 然后老奶奶拎着装着毛线的包 慢慢地回家了 现在是习近平台里的 感谢观看